靳远 不好 莫不是营救行动 遭漏了风声 为今之计 我只有赌一把 这就去面接杨奕萱 咱们一点动静都没有 难道正天一浪改变计划了吗 老许 刘子 黑龙会那边有变化吗 我按武战长交代 在约定地点等人 足足等了两个小时 从头到尾就没有看到徐医生的踪影 是不是日本人怀疑徐医生 把他抓起来了 也许根本就没让他随行 万一明天范小姐 被敌人转移走了怎么办 那要实在没招 咱们就去码头上强行拦截吧 不行 黑龙会离码头太紧了 肯定行不通 那就只有英宠了 小五 你去联系短枪队 刘子 你去天狼山同志翠儿 咱们半夜在这儿毁灭 强攻黑龙会 好 老许 现在路道开始戒严了 这个营救行动容不得有半点疏漏 我寻思 最后的行动计划 还是等文青哥来再定吧 行 那咱们分头行动 我去联络文青 你走 以咱们之间的师生情义 哪怕你就是中共船长 我也不会把你怎么样 否则 你为何能活到现在 更何况 如今国公正在谈合作 也没准过些日子 你不认识 双方握手言和仇人变亲人 所以啊 你干吗不大大方方地承认哪 我 你怎么会是 老师啊 反正范凤锦和我岳父皆不在世 这个世界上我也没什么好留恋的了 既然老师认定我是什么船长 那我就认凭老师 随便处置好了 我说闻青啊 我说闻青啊 难道我冤枉你了 咱俩至于龙争虎斗吗 为师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民族大义 这一点你应当明白 这明白也好 不明白也罢 现在我是万念俱灰 这乌纱矿 还有范家的产业 如果国家需要的话 就都由您提出处置方案 好 在国难当头之际 所以我为有你这么高觉悟的学生 而感到骄傲 既然如此 那么今天 咱们就把乌纱矿的股权 转让合约给签了 不得 不得 现在还不是时候 其实学生的意思是 咱们今天晚上 可以先签个转让意向书 等两三天之后呢 我把矿上安排好 到时候就和政府签署 正式合约 我觉得这么大的事 老师应该把熊司令 还有谭处长都请过来 让他们一同做个见证怎么样 原来是这么回事 好 那就这么办 我马上给熊司令 和东宝打电话 大家请职员 绝职员 知道吗 我说文清啊 我说文清啊 如果你对这份意向书 没什么意义的话 就赶紧签吧 其他倒没什么 就这交集日期 希望老师能够宽限几日 好让我完成和善后工作 那些多好说 一会儿 老师 老师 也不认识 这太多了 看不清楚 还说 有什么时候 你修好 我发现什么事 看不中的 很大的事 也是 我来看不下 不在那一张 我发现的 还在等着喝清宫酒呢 是啊 文青 你快签了吧 如今把乌纱矿捐给国家 作为抗日之务 也算是完成岳父一个心愿了 我看大家兴致很高 不如我请个堂慧 好好庆祝一下 这个提议好 文青啊 西南乌纱矿三天之内就得交接 那么多事情你忙得过来吗 咱是要办 戏也得看啊 这样吧 我先去戏院把堂慧安排好 然后你们看戏 我来安排移交的事业 您看行吗 好啊 这叫工作娱乐两不误 好极了 我们必须出奇之胜 打那些浪人一个措手不及 姑爷 你们来得非常及时 一共带了多少人 现在天狼山是张金宝一手这天 这事也不能让他知道 我只带了一部分人过来 都在楼下呢 就这么点人手 想要闯进黑龙会有点血啊 没事 有这些力量就够了 来 我们推敲一下营救计划 好 会馆内有浪人 还有十几个日本兵 我们要采取生东七西 前后夹击的办法 大部队翻墙直插内院 门口先打响 快 干啥 快 走 走 走 不 文青 文青 跟我上 小心点 小心点 好 分头找 文青来了 文青来救我们 文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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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下